婚姻前会吃尾牙 尾鲁有年夜饭 那宠物们呢 台北宠物江年华热闹登场 有厂商推出了狗狗佛跳墙 主打无油健康 而平常没有优惠的临时厂商 也在宠物展下杀到7.5折 五只约客厦高分被汪汪叫 都是因为来了好多不同品种的狗狗 让他们好兴奋 还要头戴安全帽的狗狗版谢金燕 吃佛跳墙了 人气好不好吃 吃光光了对不对 红贵宾止不住嘴 一口截着一口还整颗头都塞到这个瓮里头 全是因为这狗狗吃的佛跳墙太过美味 只沾药 鸡腿 莲藕 鲜冻菇等十样材料 一退出订单就接个不停 都为了抢过年宠物商机 因为主人都觉得蛮心情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是开放电话预购 可是退出以后大概很快就卖完了 我们目前已经就是预购已经结束而已 少不了的还有狗狗爱吃的零食 不管是狗掌形状还是做成糖葫芦 好吃就好 厂商下沙刺激刺主掏钱买单 它的产品在人事的部分 是平常是没有在打折的 所以这次展览是非常流会的 大概这四天大概可以做到70万 以外面的品号都有打折 过新年穿新衣 不少主人也来帮自己的宝贝挑新衣 过好年引进日本品牌一键原价两三千块 也不怕没人买单 宠物市场不受景气影响稳定成长 我目前做了十年左右的一个经验来讲 宠物不太受景气的影响 我们的一页额的成长 大概都是在30% 40%的一个在成长 宠物展上当然不止有人遛狗 还能看到黄金蟒就缠在脖植上 还有人六身长足足有174公分的折聚锡 商品当然也五花八门 搭上过年让人看见宠物的商机无限大 有点TV杨人翔 李子萱台北报导